他说那么他的小孩目前在异常内 那侄子今天早上被警察抓走了 这到底怎么回事 范范妈妈你听得到我声音吗 喂 有听得到吗 嘿 是范范妈妈状况是怎么回事 是 小军您好 嘿 您好 我是新竹的范范妈妈 是 是 我第一次call in 我真的是实在是忍不住了 我们今天早上有去声援 然后有看到这些年轻人都聚集在一起 真的相当的感动 为什么我们看得到总统他们都看不到呢 那后来我听说打电话去给我指指 出事案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在警察局 我又问他说为什么 他说他六点就被关起来了 就被抓走了 跟理会人一起 然后就是后来我们是有请 请一些关系 然后他也是弄到下午四点多才放他出来这样 你是说他几点被抓进去 早上六点 早上六点被抓进去 对对对对对 您的职子也是在校生对不对 对对对对 他是台大研究所的在校生 哦 台大研究所是颜一颜二 颜二 颜二 是哪一个系的 诶 那个像很像朱家鸡那一种的 诚乡所二年级 诚乡所二年级 那警察为什么要抓他 他犯了什么��� expensive 因为他它好像有进去嘛 就被就就被抓出来 我就问他说那你怎么进去 那他是说他被他进去的 嗯哼 诶 昨天晚上就进去的 是 是 所以大夫的行動有可能包含您的橘子 您的小孩現在多大 那也還是在家高生嗎 我的小孩也是台大研究所的學生 研究所 他今天要 他也是昨天晚上公進一場 他是下午的時候是我鼓勵他去的 因為我們早上有看到這些年輕人都在艷陽底下都這麼辛苦 我都覺得好感動 真的是 大家都是聚在一起 那我們有去深遠他們這樣子 所以我鼓勵我的兒子過去這樣子 但是我還是會注意他 請他注意安全 他現在還在現場 還在現場 你有跟他聯繫嗎 你什麼時候跟他聯繫上 9點 我剛剛回來9點50分左右 他還在現場這樣子 那他是在一場內嗎 因為現在一場內 他沒有在一場內 他是在場外生員 OK 好 咬不起咬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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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范媽媽 我想請教師博語 現在整個狀況裡頭 您是不是有些話要對這些學生說 其實我是想對現在在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只是如果你還在家裡看電視 請你立刻到現場支援 因為我們之所以現在還沒有被排除 其實昨天晚上警方發動了很多次的攻擊 那一直陸續有人被拖出來 或者甚至被逮捕 那我們之所以現在沒有被大規模的排除 就是因為場外有很多民眾在外面 我們現在非常擔心到凌晨的時候 如果民眾漸漸散去 裡面可能就會發生大規模的排除 行動把所有在醫師廳裡面全部都帶走 所以我們現在需要很多的民眾到現場支援 麻煩大家到立法院 立法院現在已經被民眾包圍了 所以你到立法院就可以 在任何一個地方都可以加入我們 我們需要大力量 你們是不是學生最堅強的後盾 其實我補充一下 這個剛剛同學講的很有道理 昨天假如說沒有兩點半 從青島東東那個側門的學生推倒鐵門進來 其實今天早上五點的時候被攻破 因為青島東東進來的學生大概有兩百位左右 所以警方因為這兩百位 他把所有的警力部署圍住這些學生 消耗掉其他這些警力 所以今天晚上我出門的時候大概跟昨天看起來 其實大家在講說什麼台中啊桃園 其實保一到保六全部都出動 全部都出動 比昨天的警力多了大概有四倍左右 所以今天晚上應該很痛快 所以我還是真的呼籲這個所有的觀眾 所以今天晚上很痛快 我覺得齊麥就民黨在立委 真的要跟王金平給一點壓力 因為網路媒體上上都在講 王院長會不會為了服貌 為了交換為了他的官司 因為黨籍官司今天雖然贏了 可是還可以上訴 為了他的黨籍官司去跟馬總統交換說 讓服貌過關 今天晚上會不會變臉 媒體都在講啊 我覺得這是期盼你們 一定要去給王院長壓力 至少今天晚上他要出來 再講一個聲明 就是他的立場沒有變 小燕什麼叫警察權 警察權不是叫警察來 是說在立法院裡面 所有的司法行動 不論是警察還是檢察官 都要透過議長的同意 這是一個自治 這不是警察 隨便衝進去保守警 隨便衝進去檢察官在那邊叫人 我覺得這東西都是要 要院長同意才行 我覺得王院長出來表態 否則真的大家認為 你今天官司贏了 為了不要再上訴 為了保住你的黨籍 你跟馬總統有沒有交易啊 雖然皇帝 我想剛才徐老師講得很對 就是說國會議長的警察權 是他專屬的權利 那在這個憲政秩序之下 如果沒有國會議長的同意 警察就去抓人 違法違憲 同樣的 檢察官自己跑進去 違法違憲 所以今天王院長必須要表態 另外我們的法院告訴你說 一個馬英九專斷的開除你黨籍這件事情 司法不站在你這邊 同樣的一個人說服貿通過 司法也不會站在他那邊 這一樣是違法違憲的行為 王院長必須告訴全民講清楚 你有沒有授權警察在做這些 排除或者是侵害學生的動作 我認為王院長現在有兩件事情必須要做 第一個 本來就應該送交國會審議的事情 你國會議長要雇注 服貿到協議就應該要送交國會審議 第二個 國會警察權 你要必須對全民做擔保 你不會在裡面濫權行使 你要保護台灣的良心 保護台灣的學生 郭東大哥 今天晚上攻堅的可憐性很高 可能性很高 因為目前這樣一個部署 以過去警方在驅離的這種強制攻擊 可是如果現在已經上萬人 人數一直增加 他會一直守到 如果他可能在看你 一場內的體力撐不住了 一場外的人慢慢散去 一般來講 凌晨四點到六點是人的意志力最薄弱的時候 最疲倦的時候 他們就會開始進行攻堅 所以他們現在在集結 警力在集結 但是今天這些事情 民進黨還是無可迴避的 儘管民進黨還講 要切割這個跟我們沒有關係 可是馬英九講說 在野黨你要做台灣權罪的 他還是針對你在野黨 他不是針對這些學生 所以民進黨是無可迴避的 選查服貿 這個服貿條例裡頭 馬總統定調 說不過是歷史罪人 誰是歷史罪人 台灣目前面臨這個場景 或圓或亂都是誰 關鍵是誰 現在民進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保護這些學生 不能任何一個學生有受到傷害 民進黨現在是義不容辭的 現在暫時不必跟馬英九 在台灣服貌怎麼樣了 你學生必須要保護他的安全 能夠讓他們馬英九 怎麼處理你面對這個事情 讓學生能夠很安全的 不管是不是協商 不管是不是談判 還是讓學生自動撤退 這是最重要目前最重要的 來觀眾朋友 進廣告之前 我讓你再看一次 為什麼 為什麼博宇在這裡 希望有更多人 去保護我們的孩子 從昨天晚上九點鐘 一直到七天 來看看這些孩子 在入夜之後 在進入第25個小時 他們為什麼 他們為什麼要憤怒 而他們憤怒 為什麼可以一呼百應 來看這個VCR 公報警察跟民眾推擠對峙 引發混亂 公民團體一早陸續 湧進立法院聲援佔領行動 空拍畫面看到 一場旁的青島東路入口 一片黑壓壓人潮 估計數千人抗議 胡茂黑箱 國家有難 退回福嗎 國家有難 退回福嗎 佔領立院學生 把國旗盜掛揮舞 諷刺台灣開民主倒車 有人激動 有人激動拿刀片自殘 把鮮血抹成一場外 柱子上的愛心圖案 抗議服帽 將心目的心理人為本 甚至連夜拆了立院招牌 任何頁 台灣最高的國民黨 選擇 入口 發生 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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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燃起学生怒火 一连攻克四道防线 兴起台湾史上首度占领利益院行动 时间回到18号晚间 9点左右上百名学生合力突破利益铁门 突回第一道关卡后 大批学生进逼一场门口 在第二道封锁线 跟警方爆发推挤肉搏战 混乱之中传来玻璃破碎声音 一场玻璃门被应声挤破 学生士气大阵九点半成功突破一场大门 高举占领标语 兵分两路占领主席台 如果没有经过立法院的程序 组网到协议有效吗 晚间时间将警察通通排除一场场 再度爆发冲突 连一时听的后众们也被挤到脱落 学生还在各个入出口处堆叠出椅子上山 武当警方进入 班农学生攻占一场后 场外立院中山南路 且能也被学生突围 场外上上千名学生包围立院凌晨两点多 甚至从一场内递出长旅梯 接引更多人进入一场 占领立院全纪录 学生热血反复冒黑箱 场外的公民团体 已经在陆续声援 三绿新闻最后的报道